通常會怎麼做 通常會createItem 那這個Item是什麼意思呢 就有點像是我新郵件 應該各位要按一下它吧 那這不就是叫createItem OK 那光無0的話呢 0是它的編號 從0開始 寄一封信 那這一封信的話呢 就會產生一個物件 所以我放在雲端上面這邊 這邊就這個東西 就是我這一封信的 物件 所以會產生第二個物件 然後呢這個物件裡面的話呢 一定需要什麼 一定需要幾個東西必須要給它 包含它的什麼 Email信箱 竹子 還有什麼呢 它的body 它的算是什麼 裡面的那個你要給它的一些文章對不對 另外呢也許還需要什麼attach 附加檔 大概就是這些嘛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說你要加上去的話 其實就是 變成底下有什麼to 這個to的話就是說你要寄給誰 那因為呢我們在那個文字累加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range B2 是不是B2 看一下我們是不是放在B2 不是我們不是放 B2是一個人 如果說你要把它改成很多人一起寄的話 你就把B2改成 C6 OK 就是說呢我的Email信箱 在哪裡 然後再來就是說CC CC的話應該知道吧 就是什麼 應該是副本 OK OK 是不是 看一下是不是 有那個副本嘛 那BCC的話應該知道吧 BCC的話就是說呢 你不顯示那個 就是你轉記的時候你不要 不顯示出來的話 那就用BCC 那一個竹子跟一個 內文 最後看你需不需要附加檔 所以這裡的話我已經幫各位把 這個範本加進來 所以以後如果你將來要利用 就是 VBA幫你寄信的話 第一個你需要做什麼 先把你的Outlook設定好 第二個就把這個範本複製之後 貼到那個VBA裡面的哪裡 VBA裡面 這個程序的下方貼上 然後也許你要全部都寄好了 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成 C6 OK 文字裡加的 C6 然後呢 BCC給誰呢 BCC給自己 OK然後裡面的話呢 這是一封來自VBA寄來的信 然後body的話 就是 反正再重複一次 就內文的部分 那Attach 特別注意Attachment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是把 底下這一串 是 叫做 Acting Book book 點 For內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我現在的這個 這個 Excel檔案 順便附加給你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你不希望有附加檔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行 註解掉 前面加一個單引號就好 如果說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是要寄Email 我是想要寄一個什麼 寄某一個檔案 它那個檔案是在我的 C碟底下 會有一個叫做test.tst的一個文字檔 我希望把這個檔寄給對方 那你就給他一個路徑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路徑你自己 但是 前提是 你這個檔案是要存在的 你的檔案如果不存在 他到時候可能會卡在這一行 OK 所以 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練習的話 你可以把 Attachment 就是那個 附加檔先關掉 最後的話 就是 直接把它send出去就可以了 send 他就幫你send出去了 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已經試了非常多次了 而且還有 甚至有同學 回家 馬上試 試了不行 然後他就 問我 我就幫他看一下 後來他可以了 結果他就一連寄了非常多封信給我 因為他一直按 一直按 然後呢 因為我的 那個什麼呢 我的BC 有沒有 範本裡面都是我 所以我就知道 所以他一直按一直按 就知道他在測試 所以也許 你們將來如果要測試的話 請你把這個地方改掉 你不要一直按 習慣 我怎麼一直接到